陶謹申或反對派 攬炒派的議員 經常推出例子 包括是否侵害了議會的發言權利 會否是約着健康或企之旗隔離就會吵 提出的所有恐懼的例子 過去這些招數也不是第一次使用 我們看過去的一地兩檢政策 西九龍有一個高鐵的西九站 他當時說那裡是黑洞 有人走過會吸進去 隨時被捉回內地 這件事到現在都未發生過 其實普通的市民理論上 基本上沒有可能會跌入國家安全法 所以國安法針對香港的一國兩制 希望還分一個言論的自由給整體的香港人 過去這麼多個月以來 尤其是上年六月到現在一年了 香港市民有很大部份不能夠發表自己的政見 當有異見的話可能會隨時得到電部破壞 起底 私刑等等 就有一班政客借兩地之間的矛盾 去謀取政治資本 其實在國家安全法實施之前 我們確實沒有一種法例或規則 去規範這種行為 純粹以一種道德的譴責 確實變成一種無牙老虎 每一個政客煽動了市民上街 煽動了一些暴徒上街 而他們繼續可以在食人肉饅頭 入去議會而付出零代價 國安法其實就是告訴這班人 只要你是做破壞香港 破壞國家 分裂國家的行為的話 你要負上一定的代價 目前為止 我們下級一頓一頓一頓是 公佈航空運的 充公佈 二頓三千 二頓三年